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贞贯四年公元六百三十年 李世民派举国公唐俭初始突厥 又使协力可汗归附 协力表示同意 但就在这时 李世民又派军神李静突然袭击突厥 实书记载李静因袭破之 解脱身还 虽然唐俭捡了一条小命 逃了回来 但其中危险可想而知 让人疑惑的是 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说是诱敌之策 以一个国公 林阳阁马上有名的功臣做诱饵 这个代价实在太大 如果不是的话 咱们是不是可以恶意地猜测 即 李世民这是想借刀杀人 除掉唐俭 从史书记载来看 至少在真外四年之前 李世民和唐俭没有矛盾 甚至两人关系还很不错 比如 两堂书中记载 李渊太原起兵之前 一代 其才唐俭就向李世民进言 讲述起兵理由和平天下的战略规划 随后 李世民劝说李渊起兵返随 总之 在诸多史书上记载来看 李世民和唐俭关系不错 在李世民没有登基之前 除了李渊看重唐俭之外 李世民也很重视唐俭 比如 李渊把唐俭提包为李部尚书六部之首 李世民任命唐俭为天策上将府长使 相当于秘书长 重视程度一目了然 既然如此 李世民为何要让唐俭陷入险地 已经因其扩知 减脱身还 这一记载 没有说明 李世民之前有没有告知唐俭李靖突袭计划 但从史书记载来看 应该没有明确告知 如果事先商量好的 作为一代齐谋 史书应该会有所记载 当然 无论是不是商量好 李世民让李靖突袭都会让唐俭处境危险 可谓生死一线之间 难道 李世民对唐俭有所不满 1978年 西安昭陵附近发掘了一座唐朝古墓 墓主人就是唐俭 在唐俭的墓志名上 或许揭开了真相 也颠覆了历史 在李渊太原起兵时 之前史书记载中 都无一意外地突出李世民 主要有两种说法 要唐俭劝说李渊起兵 但李渊犹豫不决 随后 李世民登场 还使用了美人计 最终坚定了李渊起兵决心 二 就是上文所述 唐俭先见李世民 然后 李世民劝说李渊 然而 在唐俭的墓志名上 记载却有不尽相同 或许还原了一段真实历史 太武皇帝李渊发号进阳太原 公之立旨 若和福气 以时投水 百中之策无疑 言听计从 千里之圣思绝一句李渊言听计从 说明了李渊对起兵的积极态度 甚至可以怀疑 李渊早有计划返随 唐俭适逢其会而已 从这一记载课见 李渊太原起兵的决策 和李世民关系不大 这就颠覆了历史 因为在史书中 却把太原起兵的关键功劳归于李世民 因此 有学者看到这一幕 不由的感慨 难怪李世民想杀唐俭 从这一记载可见 李世民可能想要杀人灭口 掩埋真相 显然 如果唐俭穆志名记载真实 也会严重影响李世民的形象 更要重新评估李渊的功劳 所以 李静突袭献唐俭于险境时 对于李静的行为 李世民似乎没有进行任何斥责 幸好 唐俭命大 在乱军之中逃过一劫 或许 唐俭内心知道李世民对他的态度 所以 唐俭开始自无 随后 唐俭居官不留心事务 常与宾客纵久为乐 不时地犯了一些小错 以至于李世民将他变官 由于唐俭能夹着尾巴做人 加上唐太宗也不愧是千古一帝 心胸非常人能及 所以就放过了唐俭 还把他列入灵烟阁 但只是排在大鼠第三位 公元656年 唐俭去世时 李世民已死去八年 或许因此才会在墓志名中记载这一段真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